我花了22年的时间 200多万美金 收藏了包括甲级战犯 山门56配件在内的200多把军刀 200多本日本战地日记 以及众多的照片 日本军用的器皿 等4000多件文物 渐渐都是侵略中国的铁证 我叫刘磊 我来美国17年了 我在旧金山开汽车修理厂 我是一个修车的 我家人以前参加过抗战 我外祖母在我小的时候 告诉我日军当时是怎么残酷的杀戮 中国的军民 说说一直想我一定要去研究这一段历史 当我来到美国以后 那我修车厂赚的钱 绝大部分都用在收藏这一段历史的证据上面 这是一把清华日军的这个指挥官使用的禁锅刀 禁献两个字 这是我2014年收藏的一个藏品 这个藏品呢是日本政府嘉奖在中国杀戮中国军民的日本的士兵 这个人他叫大爷一郎 24岁在中国战死 这个呢是日本的首相佐藤荣作给他颁发的 讽刺的是他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个证据 这日军的笔记记录了详细的杀戮中国军民的过程 有很多专业的学者看完了以后告诉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可以改变我们这些专业历史专家的这种东西 他说我们查的资料都没有这么真实 这一个戒指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追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是当时支援中国抗战的那些将军们才能得到的 我收藏这些东西是花费相当大的 家人没有什么支持 太太是相当生气 很对不起家人 我搞收藏和日本人打了很多年的交道 大部分老一辈的日本人对中国还是抱有歉意的 但是年轻一辈的日本人当中 尽管一部分人认为和平是宝贵的 但是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那一段的历史不叫侵略 而是叫讨伐 我认为即使是处于和平年代的当下 这依然是值得所有热爱和平的人警惕 这也就是我搞收藏的意义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做一个私人的抗战纪念馆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一段历史 留住历史 锁住罪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